继昨天国家话剧院对易阳千玺等人考编事件给出回应后 事件当事人易阳千玺 胡先旭7月17日相继发文来邓清此事 易阳千玺率先发文 他表示整个应聘过程完全遵照国家话剧院招聘通知和考试要求 但决定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 接着 胡先旭也发文回应 意思跟易阳千玺差不多 更卷的是胡先旭虽然没有放弃入职 但是他晒出了三次面试的短信通知 线上面试记录以及线下面试的车票 真是一个比一个卷 接下来 网友就更期待罗伊州怎么发声明才能卷过易阳千玺胡先旭 有超损的网友这样调侃 罗伊州恐怕只有举着身份证举报两位室友才能更胜一筹了 罗伊州应该也看到了两位室友的声明 拜托 别催了 我在写稿呢 要是内卷这么严重 要是我先发多好 话说 这发声明也是按着咖位和人气来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